世界展望会为本县弱势学童与求学阶段提供各项协助 成效是获得民众的肯定 这次又首度与知名饭店来合作 为学童筹募助学金 此也是唤起国内企业一同关心社会上弱势学童 教育一直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很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在全台湾也帮助了五万零一百个儿童 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教育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一起加入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孩子 我想台湾的需要台湾的需要是很大的 不只是经济甚至是在孩子的生命教育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桌上摆放这甜点就是本市义卖产品 这是由饭店业者餐厅主厨与甜点师傅 一同制作限量的圣诞甜点 经过大师巧思手艺 除了绝佳口感更充满了家姐气氛 一般泡芙它不会有这么多的水果的馅料 那我们这次大家发现 因为迎合圣诞气氛 然后要做一个义卖 所以我们采用较多的水果的口感 那吃起来的话呢 它有不同层次的口感的感觉 这次展示活动 特别邀请了展望会南投中心 综合才艺班实名儿童来到这饭店 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为他们意卖的作品 并充分感受社会对他们的关心 这些孩子 偏乡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在外面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 还有很少出来 因为他们的家长都务农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出来看看 看到世界更大 让他们以后的世界观会更宽广 那也感谢韩碧楼给他们这个机会 让他们来这里参与 而且看到整个一个 大家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关心 主办单位表示 这意卖活动开卖后 马上获得了民众热烈回翔 活动期间至本月31日子 在意卖所得方面 将在扣除成本后 全数作为本线弱势学童助学费用 米熊怀一怀 依次采访报道